英俊一間旗車一定有三五十個客戶 而且在這個基層裡面 他是站著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說三百 三百經旗車行 包括孩子 包括太太 老婆 老婆 一間給你算四票就好了 這樣三百經四票也千二票 還加上你們好朋友加起來 那也幾千票 對對對 社會人不在承認 目前是把這個對話窗口都關閉了 然後派他的秘書去機車行各個遊說 遊說 遊說什麼 遊說什麼 主要也是抄襲那個經濟部工業局的 你來上課 然後我再補助你 補助你買東西 買東西也好 買相關的這些準備 準備升級的這個這個這個轉型的一些一些配備這樣子 如果從傳統的機車行 是 遊車要專程去做電動機車 是 這門檻是怎樣 門檻 遊車的門檻 差不多二十 二十萬至三十萬 就可以開到一間很漂亮的機車行 二十萬至三十 因為做一個店面 對對對 修理的這些路纜牙 或是要準備準備 要人家靠你你就上來 是是是 所以他也不用燉人家 主要刻意的工夫嘛 是是是 現在改造電動車完全不一樣 電動車的門檻要多少 差不多七十萬 七十萬 七十萬 我們認真說不太多 但是主要是電車是應該在賣吧 賣賣吧 對 賣賣 他要合多少成本 去做這個賣賣的成本 那你遊車就不一樣 遊車 遊車是這樣 遊車也是 北北基 有一個有聯營公司 他是從臺北發車過來的 他現在目前基隆市像光陽 只有一家電動車 他自己在今年要發大概一萬臺機車 所以整個整個的 整個的獲利 我們大概粗估 連那個舊車 報廢車 他今年大概會收益到一千萬 其他的遊車 大家都在那看 生意不見了 要跟 要跟市政府談 他也不談 所以你們本來還有十幾年 將軍二十年 這個專程的時間 這個專程的時間 整個去給市政府整個 香港弄這個 然後整個飛機就對了 永哥補充一下 這裡面其實有兩個觀察點 第一個是 這個 我們就算是中央 也是講說全面要電動機車 是二零四零年 那今年二零二四年 那距離那時候還有多久 十六年的時間 所以十六年的時間 要建立在就是說真的可以轉型的這個過程 所以轉型轉成什麼樣子 這個坦白說其實很多這個對車行來講 還是不知道會轉成什麼樣子 所以對他們來講 現在兩個衝擊 第一個是謝國楊等於加速的這個衝擊 那加速衝擊 你想想看 基隆市登記 我們講說有登記的這個機車 大概是十九萬臺 十九萬臺 那他目標更換的要五萬臺 那五萬臺 剛剛我跟理事長問一下 他說十九萬臺 不是大家都有在騎 所以你看 就數量上看起來衝擊到是二十五趴的市場 但實際上比例可能更高 可能會是三十八四十趴 因為我記住 我也有機車 但我這個機車 差不多一年騎了兩點鐘 一年又聽好了 一年騎了兩點鐘 為什麼 因為我在社區裡面 黑鵝也要好 天也要騎 這點好什麼 天氣太熱 你也不騎 騎到社區問到買東西 兩天而已 差不多八百公斤 沒超過八百公斤 那你騎腳踏車就可以了嗎 我們用斜坡 所以我住三區 我住三區 像他使用機車的習慣 就很難讓機車行人賺到錢 因為我是這個斜坡 三坡 所以我騎腳踏車沒踩到 滴去的時候 腳踏車會衝下去 如果要起來 批不起來 所以是這樣 所以一定要自動 是 所以我們社區裡面 很難看騎腳踏車 因為我們的社區 三坡社區 三坡地形容 我再說給大家聽說 大家都有機車 這就像過人一樣 過人也是山坡地形 對 所以 大家都有機車 但是有很多機車 並不是 每天在做交通工具 是好像 賺一賺一賺 所以正經應用 就會變成說 雖然有十九萬台 是這上 如果說有三分之一 我不是常常在騎 一年騎兩點前的 可能有可能 你們存在十通萬台 是真的每天在騎 那就是你們的生意 對 差不多 我量也差不多 大概十萬台左右 你們的生意 通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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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三百坡 算起來 你有多少人 客人 怎麼一生就出來了 對 啊 他一生五萬幾台下來 哇 你生意一般 對啊 對嗎 喔 這真的 因為我塞過UberEat 所以我們機車的重用族 所以一定了解這個市場 為什麼這麼講 過去其實 包含環保署 都有一些機車的補貼 要你做電動機車 那補貼 補貼給業者 補貼業者 我去買 歐多巴的時候 他給我 減一些補貼 補貼錢 會比較燙 我就會鼓勵民眾 去跟機車行去購買 但是 謝國良界的政策 變成是你跟市府購買 而且購買的那個所謂的品牌 還限定幾家的品牌 你讓品牌的選擇性變少 是有圖利 特定機車廠商的疑慮 而且變成是民眾 我就不跟機車行買了 我全部去跟基隆市政府申請 當然會讓機車行的老闆 或者是業者 會生意會受損 而且他的整個過程叫做政策反復 政策反復一開始說 你還要交六萬塊 後來變零元方案 然後又送你安全部罷免越熱 他就送的越多了 所以就嚴重影響到機車行的一個產業 所以我們現在來請教理事長 是 謝國良財政策 伊電營 一開始說要送 但是後來選到要送什麼 要什麼公益 要去做什麼 要去做什麼公益 時間什麼什麼 對對對 緯伊電營到現在完全送的頂頂 你是不是簡單說 你們到底本來的衝擊跟現在的衝擊 結果衝擊現在越來越大 讓我們觀眾朋友了解 是 最主要這是我們謝市長的這個政策 他的他的政見 他要來這個政見之前 他有曾經找過我們業者 我們工會的那時候我是執行長 跟我們理事長一起去他的那個那個 那個釜底裡面談這個事情 我們就跟他講過這個不可行 我們樂見電動車是未來的趨勢 我們都樂見 但是後來他就執意用這個政策去 政見去也順利當選 但是後來開始推動一點零的時候 就跟他的政見是一樣的 要致付額要一萬塊 致付額 致付額一萬塊 一萬塊 年後你要去做公益公司 整個小時不知道 所以他很模糊 所以我們講一點零 就領不到三百 三百臺 所以在一點零的階段 總共去申請免費的電動機車 不到三百個人 沒有到三百臺嘛 那時候沒有要免費 一開始沒有要免費 因為沒有要免費 所以是三百臺而已 三百臺對你應用就沒大了 沒大 現在再來呢 再來就是他可能覺得說 市長覺得說這樣子不行啊 不是啦 他要用罷免 要用罷免就改了啦 對 人家就直接用送的 用送的 現在跟牧場 裡面大概一萬兩千臺 送一萬兩千臺 都沒免費就對了 你來申請就有啦 你只要符合 符合四十五歲到二十歲 這個階段的都可以去申請 二十五歲 至四十五歲都可以申請 是 二十五歲 主要是還有一個條件 看過去十八歲喔 要有價值 不是啦 看過去十八歲 十八歲就要求價值了 為什麼十八歲不可以申請 他也要 他主要也是要持有 那個駕照要一年了 一年喔 要一年 這樣也十九歲 這樣也看過去十九歲 十九歲 十八歲 差不多我十八歲就要求價值了 我十九歲就有價值了一年了 為什麼十九歲不可以申請 因為要二十歲才能有投票權啦 他就是選票考量啦 二十歲才有投票權啦 所以從這一點就知道 他是政策買票 所以檢察官 拜託你從這一點 去辦他的土力最好的啦 對啦 你如果成年十八歲 我們明法早就改到 十八歲就有駕照啦 十八歲就有駕照 十八歲可以考駕照 不是現在才有 是幾十年前就有 幾十年來都這樣 幾十年來就這樣 為什麼十八歲不能有 只有二十歲以上 原來是二十歲才有 投票權 再來 二點零呢 二點零 二點零到六月底 大概一萬兩千臺左右 一萬兩千臺什麼概念 你知道嗎 基隆 基隆的 基隆的領牌率 新車的 油車的領牌率 大概在四千 四千多一點 四千多一點 以前嗎 對 往年 往年 都是一年四千 四千多臺 一萬兩千多臺下來 等於是將近我們三年的新車的 新車的數量 相對之下這三大車廠的油車 在基隆就損失兩到三億的 兩到三億的這個這個這個 金額 也售車的 對對對 他被壓縮了嘛